我媳妇今天想吃点麻辣的东西,我就给她做了一盆水煮肉片,这家伙干了两碗大米饭,准备一个大头菜,把它切成块,一把泡好的木耳,朱里脊切成小片,将盐,鸡精,味精,水淀粉放入切好的肉片中,用手将它抓匀,锅中加少许油,下入火锅底料,将它炒香,加入清水,有条件的也可以加入骨汤。 下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青菜,这个垫底的青菜你也可以放你自己喜欢吃的,用盐鸡精,调味,青菜煮至八分熟捞出,下入肉片,顺时针将肉滑熟,倒入碗中,撒上葱花,蒜末,辣椒面,锅中加入辣椒油,花椒油烧热,加入干辣椒段炒香, 浇在肉片上,一道麻辣鲜香的水煮肉片就制作完成了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,给个关注,谢谢。